感恩大子丹没有东西 感恩大子丹没有西云 你好 感恩同学把子丹号买到给我 我家有两个植物人 09年二年的婆婆 被车钻成本植物头 然后一年大姐 都突发老人选 有些类成本植物人 然后父亲紧跟着的 作风了 天堂了现在 请师傅帮忙看看 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我是75年 我退了 你是家里的主人吗 我是家里人最小的 不是啊 你家里的房子的主人 不是我 是我父亲 你父亲属什么的 我父亲是三年属牙的 像这个情况 我以后教你们 如果家里接二连三发生事情 你们首先想到的是 家里房子的风水出问题的 有零星兴趣了 你们听得懂吧 还想再教你们的 这老一家里的房子 下面是空的啊 我之前他们跟我妈妈说了 把他卖点 他们都看见了吗 房子 如果有零星进来 我告诉你 家里一家都出事情 明白吗 我帮你看看啊 你们家主人是属什么的 我爸爸是属羊的 四三年的 四三年属羊的 那 在你们家的门进去 右手的地方 听得懂吗 这个地方 有不知道是厨房也是卫生间 是 以前是 好了 坏就坏在你以前 现在你们不做了 但是那些雾水管都在那里 现在那个地方 你应该听得到 半夜里面有声响的 听见过墙壁上 房子上有没有声响 因为我在家的时间很少 就是除了货村人 我告诉你 住在家里的人一定听得到 就是这块地方 现在有两个灵性 你想想看你们家怎么会不出事啊 我母亲已经听过事了 她很聪明 你知道吗 一个人就是一个老太太 是你妈妈 但是我看你妈妈走的时候 年纪不大 我妈妈是六十 五十六岁走的 看见吗 还要避免避免啊 五十六岁 所以我看到这个灵性 我还没说呢 就是样子看上去 不是很老 而且很爱干净的一个中年妇女 而且非常能干 我可以看到她 什么都能做的 是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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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想啊 好好的 我告诉你 给妈妈多么操作吧 明白吗 但是你妈妈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们家里很多人对她不好 你知道吗 你知道 还有人欺负她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你妈妈经常不讲话 心里约的气啊 哎 想麻烦 好了 现在帮你找到毛病了 还有一个还要讲啊 不讲的 要买一送你 哈哈哈哈 就讲一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呢 你给他念 二十七张小王子 给你妈妈呢 要念四十九张小王子 好吧 等到你念完之后 你妈妈 会到你梦里来看你了 你会很开心的 好不好 开心的 谢谢大家